同学们好 下面我们开始来学习第三册的第十六课 就是Lesson 16 Mary had a little lamb 玛丽有一头小羔羊 这个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看看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同学们打开书到第七十四页 Please open your books at page 74 咱们跟着老师先把生词短语大声先读一遍 Now read, ask me Prize Prize Tie Tie Theft Theft Accused Accused Denied Denied Ashamed Ashamed Apologize Apologize Die Die 好 这个书呢生词不是特别多 但是重点词却不少 咱们把这个书比较重要词汇 跟老师先仔细来学一学 先看第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就是这个心爱的 受到真识的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遍 Prize Prize 有多人说老师这不是奖金或者奖品的意思吗 确实 它当名词可以表示奖品或者奖金 但是当然形容词叫真识的 受到真识的 心爱的 注意咱们这个单词标里注释呢 注释成珍贵的宝贵的 这个可能略有一点不是特别准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词强调 受到某人真识的 特别心爱的 它本身未必特别值钱 说明这个东西对某人可能有特殊的一些意义和价值 本身未必很值钱 比如说我们看看 它还有另外一个行进词 也是同一字了 在后面加个字母的 也是表示心爱的 我们大声再来遍 Prize Prize 后面加个字母的意思是一样的 心爱的 受到真识的 你看通过例子来体会下的坦一 比方说咱们看本文中 就是七十四页的第二行 七十四页第二行 他说 One of Mary's prized possessions was a little white lamb which her husband had given her 玛丽的珍贵的那些财产之一 就是她老公送给她的头小白羊 这个珍贵 其实是对玛丽本身呢 有特殊价值 是玛丽心爱的 因为这是老公 可能当年给定情之物 看到这个小白羊 就看到老公的爱了 所以对她有特殊价值 而这小白羊卖到市场上呢 可能卖个几百个钱 未必很值钱 但是本身 他对玛丽有特殊价值 这就心爱的 受到真识 再比如说 我们再看看在 23课中 也出现这词了 你看是不是也是出现在 类似的这个语境下 114页的第十四行 到第十五行 114页第十四 到第十五行 这句话比较长 咱一块来看 The idea never appealed to me very much But one day after heavy shower I happened to be walking in my garden When I noticed a huge number of snails Taking a throw on some of my prized plants 他说这个想法 从未说产生过太大兴趣 但是有那么一天 在一次大震雨之后 我碰巧呢 正在我家的花园里散步 这时 我也注意到的 很多很多的蜗牛 正在我心爱的植物上 它们也在散步呢 你看我心爱的植物 叫my prized plants 这个prize依然表示心爱的 就是对作者本身呢 它特别的 这个有特殊价值 可从小慢慢试弄大的 这个植物放到 花鸟鱼冲市场卖 未必能卖几个钱 但是作者特别看重 为什么 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 看着它慢慢长起来的 这叫心爱prize 当然后面加字母帝 意思是一样的 把这个含义记住 不要用错 那同样跟它类似的 还有好几个 也是表示心爱的 受到真是的 但本身未必很值钱的 比方说 我们可以用 跟老师大声度下 valued chered cherished 好 再来一遍 valued chered cherished 这几个词 也可以表示心爱的 对某人有什么特殊意义 特殊价值的 它本身未必很值钱 那么我们看到 为什么有这么几个形容词呢 你发现这几个形容词 其实都好像来自于过去分词 都是动词的过去分词 确实 它来自相应的这几个 几乎动词 它本身就可以表示真爱 或者真事 把某个东西特别看重 对某人有特殊价值 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动词 我们分别把这几个动词大声度下 prize value c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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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来一遍 prize value ch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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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动词本身就可以表示真爱 或者是真事某个东西 把某个东西特别看重 但本身这个东西未必能卖很多钱 我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I'll prize our friendship forever 当然这个特殊符号的地方 也可以换成另外几个动词一样的 I'll treasure our friendship forever 也行 我将永远真事我们之间的友谊 这个友谊可能本身卖不了多少钱 但是呢 我认为这友谊是无价的 特别看重 我把它当心爱的这个宝贝 所以这个prize 本身当过去分词prized 还有什么valued等等 就会表示受到真事的 这个意思 甚至我们说 16课这篇文章 大家一定会特别喜欢 这课书你们一定会特别喜欢的 This is lesson You're going to treasure You're going to value You're going to cherish 或prize都行 我们一定会特别真事 那么这篇课文 就lesson 16 是一个特别精彩的 重点知识特别多的文章 真事或真爱 用这几个动词就好了 相应的 他们几个过去分词 加上d或者加1d之后 变成形容词 只有这个prize 既可以用prized 也可以用个动词拼写一样的 形容词price 都可以 好 这几个看完之后 我们再看 如果真要表示这个东西 特别的宝贵的 很值钱的 价值连成的 那么相应的 有另外一组形容词 这几个强调 这几个强调本身很值钱的 宝贵的价值连成的 咱们用的时候不要用错 我们大声来一遍 valuable valuable priceless priceless precious precious 大家还记得在第三课 我们讲过 那个女神的头像 在公元前500年的时候 就已经very precious 在当时就很值钱了 这确实表示本身有价值 另外注意中间这个词priceless 不要发现成不值钱的 它要发现成无价的 不是 这个本身 它不值几个钱 而是没法定价 价值连成的 特别昂贵的 可以有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相应的看一些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说宝石 这个宝石本身叫precious stone 叫宝石 像什么我们说diamond sapphire 像什么钻石啊 蓝宝石啊 本身就特别值钱 叫precious stone 这个用的是对的 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三课里的这个句子 在第三课里面 就是在第二十二页的十三行末尾到第十四行 二十二页的十三行末尾到第十四行 有这么一句话 it was very old and precious even then 甚至在那个时候 它就非常非常古老 并就非常非常值钱了 precious在这里面 确实表示价值连成的旁规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重点词汇 做一下变细 把它确切含一本的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我们给老师学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的词汇呢 咱们来看看后面这个 拴 记 捆 绑 这个词我们大声再度下 tie 就是记住或把某个东西拴在某个地方 这个用法呢 我们在第四课曾经见过 我们当时见过一个搭配叫做tie a tie 还记得吗 叫做记领带 这个tie做名词 可以表示我们记得这个领带 而这个tie呢 是记得这个动作 所以动词名词用同一个词 这个搭配咱们以前见过 记领带 那么第一个是动词 第二个是名词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用它表示 把某人某物拴在某个东西上 或捆在某个东西上都行 我们tie后面跟记词什么呢 跟记词to搭配常见 叫做把前者拴在什么东西上 或者把什么什么东西绑在什么东西上都行 拴在上面或绑在上面 指动物呢 牲口这种呢 可以表示拴在什么上 tie the horse to a tree 或者把这匹马呢 拴在一棵树上 不是把这马绑在树上呢 马不能绑起来的 拴到树上 就tie 但是贼呢 可以说把贼绑起来 这个表示绑住 这个意思就多了 好多好多的动词可以跟它替换 你看我们看这些词 the thief was tied to a tree 这个贼被绑到了一棵树上 可以这么说 但表示绑 可以有很多词跟它替换 比如说 我可以说 the thief was bound to a tree 这个贼被绑到了一棵树上 这个更好记了 bound跟中文的绑发音几乎一样 好记了 它的动词原型形式是bind 我们大声读下 bind bind 过去分词就是bound就好了 我们再看第三个 就是动词 我们一开始说 the thief was chained to a tree 这个贼被绑到了一棵树上 我们用铁链子这个词 它的动词原型形式就是名词链条 我们大声读下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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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捆绑的意思 但做动词来用 它不一定非种铁链子 用绳子 咱们也可以用chain这个词 这个贼被绑到了树上 这几个搭配是可以用的 好 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词 就是捆绑或者是拴 这个tie这个词 记住它的精确含义和搭配就好了 下面我们再看一个特别特别常用的词汇 就是盗窃这个词 我们大声在读下 theft theft 读于这个土舌头 th还是把th这个声音 表示盗窃偷窃这个词 但是这个词呢 我们在生活中呢 有好多好多的一些跟它相关的词汇 可以同时记住 首先这个盗窃叫theft 它相关词就是贼了 偷东西的这个人是贼 拼写也类似我们大师在那边 thief 这个表示偷东西的这个贼 这个盗窃呢 那theft表示各种盗窃都行 我们在以前讲过 他犯有盗窃罪 他犯有盗窃罪 有某个罪行犯了某个罪 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第十一课过海关那颗书 咱见过这么一个大匪 叫做he is guilty of theft 这个人犯有盗窃罪 be guilty of 叫犯有某个罪行 那后面盗窃罪刚好就可用theft这个词 它本身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好 这还有复习 但是盗窃呢 又分很多类型 我们有一种类型叫入户行窃 到别人家里偷东西 这个我们有个专业词汇 在后面课文中会碰到 咱们先看一看 大声读一下 burglary 再来面 burglary 这个叫入户行窃 专门宁门窃所 到别人家里偷东西 我们用这个词 它的同意的名词指这个人 叫梁上君子 他是贼的一种 就是到别人家里宁门窃所 入户行窃的这个贼 而不是在什么车上顺手牵羊 这个贼 我们在大声读一下 burglar 这我们中文可以分梁上君子 专门到别人家里偷东西 这个词 好 我们下边也看一个例子 在47课就出现这个词了 打开书 216页的16行到第17行 216页16到第17行 请看这句话 大声 burglar alarms going off at any time of the day or night sir only to annoy passengers by or actually assist burglars to burgle burglar alarms 就是防盗报警器 这个alarm就警报 或报警器的意思 go up发出巨大的声音 就响了 它在白天或晚上的时候 随时会响起 它的唯一的作用呢 sir to do 是发挥某个作用了 就是去惊扰路人 passer by是过路人 并且其实是帮助这些 这个窃贼去行窃 这个窃贼 我们看到用burglar burglar是同一个词 它的动词 去入户行窃的动词 就是burgle burgle 然后呢 入户行窃 这个行为叫burglary 贼和我们再加个字母y就好了 这是偷窃的一种 贼的一种形式 可以把它记住 相关的还有一种贼 咱们叫爬手 我们在第15课刚刚讲过 这是复习了 大家还记得吧 专门到别人口袋里 这个偷钱 偷钱包的 这个贼 而不是到别人家里去了 这个pocket就是口袋 这个pick表示两个手指 夹住了 往上一提 像什么踩茶呀 踩棉花 这个动作 我们读一下这种贼 pickpocket pickpocket 这个叫爬手 专门到别人口袋里 书包里偷钱的 这么这样一种贼 还有一种贼 叫shoplifter 咱可能猜也能猜到 这是在商店或者超市里 顺手牵羊的贼 在超市里边 看人家东西 哎不错 拿过来放到包里 不结账就走了 这个shop本来就是商店 live就是提起来拿起来 在商店拿一件 放我包里 走吧 拿着走了 顺手牵羊的贼 我们再大声再读一下 shoplifter shoplifter 这是各种各样的贼 你看在老外 分析性的思维特别好 他弄得特别精细 把贼分得很轻 但是我们中国人 把亲属分得很轻 什么姑姑 舅舅 姨 婶子 婧子 分得很轻 老外 the end ankle就好了 他没有分这么轻 但是把贼分得很轻 可见老外贼 在外国比中国多 把这个看清 下面我们再看看 偷窃和抢劫 相关的动词系列 名词看完了 咱们看动词 首先这个偷窃 光记动词不行 咱们一定能借词搭配 同时记住 steal something from somebody 从某人那里 偷来了某个东西 steal 第一个编语一定是东西 我们在大声度下 steal steal 不要读steal steal 那是still 那是副词 或者做壮语的 这样一个词汇了 但是在这儿 我们是表示 偷窃 在那边 steal 这是偷窃 我们对比抢劫 抢劫搭配不一样 抢劫搭配是 rob somebody of something 抢某人的某个东西 抢劫主要可能 对人身造成伤害了 一定先跟人 在叫off之后 再跟东西 the robber robbed me of my wallet 这个抢劫犯 抢了我的钱包 但是这个小偷 偷了我的钱包呢 the thief stole my wallet from me 从我这儿 偷走了我的钱包 可以这么说 steal 一般过去是 stole s-t-o-l-e 这个注意 还有一个 只是偷或抢都行的 咱们大家还记得 在第六课中 讲过这么一个搭配 还记得吗 叫help someone to something 我们知道 help someone to something 他本来含义的可以表示 别客气自己拿吧 我们说在朋友家吃饭 别客气自己加菜 可以这么说 但是他的派生意 可以点是偷或者抢 这也是一个复习 咱们看三十四页的 十三行到底十四行 三十四页 十三到底十四行 有这么一句话 one of the thieves were struck by a heavy statue but he was too busy helping himself to diamonds to notice any pain 其中有一个贼 被一个沉重的雕像 重重给砸了一下 但是他太忙着抢钻石了 而没有觉得任何疼痛 这个help oneself to something 是表示抢劫 表示这么一个含义 这个不错 挺好 可以同时记住 偷或者抢 可以用它 那么还有一种偷 咱叫盗捕盗猎 这也是阅读中常见 这不是偷东西 偷偷的把那些 保护的动物打死了 盗捕盗猎 我们大声读一下 poach poach 这也是常见词 我们一样看例子 dear have been poached here for years 我说那些鹿啊 多年来 一直在这个地方 被盗捕盗猎 说明这个鹿 在这是保护动物 但很多人 tot moment 趁人不备 把鹿打死 偷偷带走了 这叫poach 可以这么说 dear 注意这个词 单复数同行 复数还是dear 就好了 这也是一种偷 叫盗捕盗猎 还有一种偷呢 咱们叫贪污 就是贪污公款了 把老百姓纳税的钱 他放在自己口袋 也是偷窃的一种 我们来看看这个词 我们在以前造句 可能碰到过这个词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embezzle embezzle 好 这个词叫贪污 我们看例子 the official was charged with embezzling enormous government funds 这个official 咱们还记得吗 第十一课 咱们曾经讲过 official 等我名词 一定是政府的官员 或者官吏官僚 这种 这位官员怎么样 be charged with 咱们在第一课就说过 他本一可以表示指控 或者起诉 那么他同时也可以表示 这个这个 谴责 批评 指责 气愤的指责 在这是指控 这位官员被指控什么 贪污了巨额的公款 enormous 咱们多次说过 就非常大的 很多的 在第十课 泰坦尼克号的沉默 讲过 后面那个fund 是基金 资金 政府资金 就是公款了 这里面可以用动词 再读一下 embezzle embezzle 这叫贪污 贪污共款 也是偷窃的一种 咱们把这动词 在同时把它记住 好 这个重要的词汇 盗窃 我们哥老师就看在这